很喜欢这个款,因为整体穿起来很湿纹 来,进去看粉盒 粉盒,红啊,我身上其实这个红啊 它是有一点带,它不是那种很亮的红 它是有一点带粉这样子,可是我不能放它粉 是因为这一件才是粉啊,莫图会来了 Pink这样的湿纹 这上面底色都是属于浅色啊 这一件带边穿裸色啊,ok 呃,对,我会看到一点点的口袋啊 对啦 所以说,你们那天在里面穿裸色是没有问题 然后说,很介意的话,你们就要跳过 可是非常湿纹,就是因为它的底色 底色是cream color 这样的,才会飞逸 现在非常柔和湿纹啊 它的底色,所有三个色的底色都是奶黄色 cream color 只是它印花的颜色不一样啊 整体穿起来,整件是非常湿纹,非常优雅的就对了,ok 前面呢 前面两粒蛮牛是可以开的,ok 基本上你不会去开它,是因为它是穿的时候就是后面拉链开了 这样子套起来就对了 面料是有弹性,ok 面料是有弹性 下半呢,它就属于一个小A的版型,ok 小小的A,这件很适合那些 觉得自己的臀部,hit这个part比较丰满的,这件很适合 你整体穿上去,它是比较窄,可是它不是很贴的那一种 因为它不是属于这种fitted的 它是小小的A,这个就有口袋,可以 左右两色口袋是粉色的 对啊,这个款式啊,就看你 其实它的底色都,它的底色比较大面积都是cream 对,ok 颜色方面就看你们个人喜欢 因为它的印花是属于比较小的 所以说这个款式比较散 就不推荐哪一个色了,因为它的底色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你比较喜欢的小花是 红啊,粉啊,还是紫色 ok,可能这么说啦,你就跟着你的lucky color 来取舍那个颜色吧,ok 因为它的颜色,它的底色一样了 ok,这个是粉啊,ok 这个是粉,这个是紫,粉和红啊,很接近 ok,我身上穿的色红 但在助理的尺码下边呢,这一件三个色都是需要穿l 长度一样是属于一个大气的 然后这个面要是属于微码啊,它们是非常大的产力 所以这个款式助理是穿l3 压面是在后面,油上碗下啦 然后把盖枕的部分都遮完了 袖子属于一个中袖,ok,属于一个中袖 不用怕袖口洞太小,进不到,肯定进得到,ok 对,来准备是它那个是红色 所以说这款式啊,跟助理的尺码 三个颜色都需要l size,ok 我是穿着l啊,卡玛,我今天拿到不要拿小 因为这个面料是属于微码,不是一种非常大的弹力 像我们冠用的西装面料还是罗马面料来的 弹力这么的大,ok 所以这个款式,我是穿l3 很斯文啊,它这样子的啊,就是它的底色啊 整体液非常的斯文 带出来非常柔顺的感觉 就是很柔很柔的一种的感觉啊 所以说,上一个色其实就是说,pens 你们自己喜欢它的prin,它是小白颜色 我反而喜欢这个紫色 因为可能有些人说,呃,红网粉我会觉得 可能就说,嗯,一些洁性做穿 然后不后你会觉得好像不适合 那么我就建议你们可以带走紫色,ok 可以带走紫色吧 所以说这个款式,它另一个人颜色不推荐啊 就看你自己本身吃啊 如果是我自己 我反而不喜欢带走,呃,留这个紫色啊 毕竟就是说,其实你看啊 借口看你会觉得只是非常少吧 它的紫色,比较大的面积 都是它的底色,ok 奶黄奶碗色,很柔很斯文的一个颜色 身高160啊,白约的L size啊 非常大气啊,起盖以下的长度 那么呢,这个记得卡玛拿大,不要拿销 啊,面料是因为它的弹力值不是非常大 可以是有弹力,不是说非常大 卡的话,拿大,不要拿销 然后呢,臀部穿起来,没有拉线色,还有空间啊 这个呢,因为只是 会弹着我的拉线的那个的,那个 尺寸拉线不会说非常的多 当然就是说,卡的话,建议你们拿大,不要拿销 啊,我是穿L啊,三个色都是穿L size啊 来,我换了这个粉色,ok 一样,它的颜色都是很浅的,很柔很soft的颜色 所有的底色,米白色 所以整体它穿起来是很斯文,显白就对了 ok,我身上这个才是粉啊 主播,给你转后面给你看啊 主播,转到那边看你看啊 拉链在后面,对 OK,拉链在后面,由上软下啦 可能这么说啦,你很喜欢这个款的话 粉和红,你就二选一吧,ok 所以说,主播现在这个啊,是粉,ok 粉色,ok 有趣别啊 ok,我身上这个是粉,这个才是红啊 ok,这个才是红 啊,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最大是有去到XXL 马链是functional的,可是我们不建议你去开它的马链 因为毕竟它是拉链在后面,有上软下啦,有口袋 啊,现在它的面料,它的颜色是比较浅色些 我们建议你,里面内在美,穿了一种的色系就好了 穿了甚至不会有透露的意思啊 可是就不要穿大红大纸啊,健身病啊 所以我以为会看到,硬到一点点的口袋啊 所以说,这些都是穿浅色哈 现在本来就属于一个小A的版型 那些觉得自己hip比较丰满的 这件很适合,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说,我不喜欢穿flare的,ok 这一件就很适合,它就小小的HU 对了,不会包着这一个hip的这一个部分 ok,来我快速的去换紫色给你们看先 对,我们讲陆陆续续的东西都会有新年款啊,ok 当然这些就是说,不一定穿新年穿啦 因为接下来,农历八月开始,基本上到新年 都会有很多一些可能公司的event啊,行程需要到 还是说家里的一些gathering啊,有取假,有些喜事需要到 你们都可以选择这样子的款式哈 穿起来会比较有氛围感啊,这样子的款式 所以说size啊,从Ssize一样啊,有到XXL啊,这个款式 不是LDY,不是LDY,其实是啊,助理是穿L-Ssize 跟助理的尺码一样,需要L-Ssize 卡玛拿大不要拿小啊,这个款式 身体穿起来,我还是觉得我会 prefer 紫色 这个这样子穿起来啊,我觉得紫色啊,啊 啊,接下来助理讲,如果你平常想要穿,买了平常也可以穿 带走紫色吧,它呢,它会比较适合比较多场 场合,可能说粉和红啊,它就会属于比较喜庆的颜色 你会觉得这个很过年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说你想买了,过年之后还可以穿的,你选择紫色哈 OK,三个是啊,这个是粉啊,整体穿起来比较LADY 的话,带走粉色吧,如果你想要买这新年穿的话 强烈推荐你带走这个红色,虽然它不是整件红,可是它的底 看那个,其实三个都可以啦,都可以,可能说你要很红 所以想要红色,所以你一定要穿红色的,又不敢穿的很红的那种啊 这一件很适合,因为毕竟它底色是米,米白,然后它的印花是红色 肯定是适合新年穿,再来想买的,平常也可以穿的话 我就建议带走紫色,OK,三个色,LDY 74,价钱是82,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最大是去到XXL 跟着助理的词马下单,这一件啊,三个色都是需要穿L 这一期需要找新年款的连身裙,叫做印花的,OK,有弹性 它有马鸟啊,那就有马鸟啊,对对对,有马鸟 OK,两粒马鸟,OK,有两粒马鸟,这一个是其中一个款 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一期我们的连身裙会比较多,OK 没有的话,我们就换下一个款,下一个款是ILET面料的上衣,OK 很特别啊,在这个ILET面料的上衣,OK 很特别啊,在这个ILET面料的上衣,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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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